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大師 好 今天這支影片呢,原本是想要拍一個 Sony這一款XA2的 2018年版本的手機 3G跟32G 那 但是呢,大師發現這支手機有一個很大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要來抱怨 這一個問題的 那裡面也很簡單,因為配件就是這三個 Type-C的線,然後耳機 耳機線跟充電頭 然後雖然這款手機是可以支援我們的 快充功能,但是它的充電頭呢 是沒辦法做快充的電流 那電流是不夠啦 對,它也沒辦法做快充功能 所以XA2是沒辦法做快充的 它沒有附啦 它的充電頭就是沒有這個功能 然後它的耳機啊 它的耳機還沒有那個耳罩 跟聯鳳5比真的差太多了 價格,一開始的價格還賣一萬一千塊 它聯鳳5呢 價格也是差不多是原價啦 差不多是一萬一 那 麵大師的那個聯鳳5的盒子不在手邊 然後連那個XA2的Sony這個盒子裡做的質感很差 就是一個普通的紙盒啊 就是沒有很刻意去說要 要批評哪一個廠牌 但是 實際上感覺就是這樣 聯鳳5的確 它連盒裝的品質都好 比Sony這支好太多了 還有耳機線也好太多了 唉 好 那大師 這些不是重點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有重開機 好,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好 大家看喔 大師那時候已經在中華電信購買了 但是 那時候就 就是有附這個保護貼 然後 因為呢 它觸碰有點 不太靈敏 應該說觸碰 要拿在手上 觸碰它是正常的 怎麼說呢 好 左右滑可以對不對 但是 那時候覺得說 欸為什麼 上下滑 我選擇拉不下來 我滑很輕耶 你看 大家有看到嗎 你看喔 這個搜尋呢 這個搜尋呢 這個搜尋是這樣子滑下來才有的 但是呢 我要 我要滑這個 Wi-Fi那個選單 你看 拉不下來 拉不下來 你看 拉不下來 很大力也不行 照理說 手機輕輕摸都可以了 你看 不行啊 你看我攔到手上 攔到手上 就可以了 這什麼啊 這 這什麼 我想問大家 你手機 有很大的機率 會放在桌面上吧 你放桌面上 就這樣啊 你手不會碰的嘛 對不對 然後我發現一個問題喔 我的手 我覺得是 他們的 那個機構的關係 我手在碰 機身 某個地方 就可以滑下來了 有沒有 所以 所以這件事證明了什麼 不是保護貼影響到我的觸碰不靈敏 你看 好 假設我左手沒碰 放掉 就不好拉下來的 它還是有機會可以把它拉下來 你看 手一碰 這 我一定要 這個 這個真的很扯 這個真的很扯 我在PET 也有看到有人這個問題 大家都說 拿到手上 很順 對 這一點我也覺得 還算 以順暢度來說 以這個CP值 高通 S630的CP 我覺得這個 3G 記憶體 我覺得這個速度算是OK的 音質也OK 拍照 跟錄影 我覺得就算有水準的 但是 這個問題太嚴重了 這個 一定是Sony他們自己本身 一開始都沒做好 然後軟體更新 它幾月上市的 我記得是 三四月吧 但是我買已經是十月的市了 它更新 我一開始更新兩次 兩個 兩個軟體 所以 也沒有解決這個事情 然後 一上網 一上網去查才發現 欸 這個問題這麼多 應該說很多人 遇到這個問題 我真的傻眼 傻眼貓咪 各位 不要買XA2 XA2 XA2 ALTRA 那一款跟PAS 我不清楚 但是這一款 不要買 不要買 這一個在 中華電視學生方案的 588 它 頁月價 是 3190元 還算滿便宜的啦 那 把後貼 跟控壓殼 加一加 1190元 我覺得都還可以 這個給家人用 我覺得算是非常好用 但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太瞎了 我手碰到其他地方 就可以了 這 這 這一定是他們 欸 XA2 我忘記是南京科技公司代工的 這太扯了 你看 一定是我手上有經典什麼的 那它 變正常了 你看很正常喔 好 再來是下面這三個 對不起 抱怨太多了 下面這三個呢 原本啊 這三個 返回鍵 我原本測試是 不行的 也是跟這個 拉這個一樣 要手去碰 但是呢 我只要拿一個 嗯 毛巾 或是布吧 因為像我這個平面 它還是可以出動 這三個 哪個 衛生紙 不知道有沒有用 衛生紙 然後現在這個地方呢 是我床的那個 那個 毛毯 然後在這毛毯上面呢 更誇張的事情發生了 好 你看喔 這三個 完全沒反應耶 有時候有 有時候有 這個聲音 大家知道我按多大力了吧 你看這邊 不會上電 看 有時候還不行點 這個跟我在 跟機身接觸的那個 材質 竟然會影響到 手機的這個 觸碰的 關係耶 這不是很瞎嗎 而且 我覺得 既然網路上 這麼多人遇到 一定是 本身的手機製造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 換新的 也還是會一樣 不過當然還是 還是會去換換看啊 因為 才 買不到三天 七天內 都會換新的 但這太誇張了 你看喔 像變成左右滑都不行了 剛才還可以對不對 因為剛才那個 可能材質的關係 不一樣 你看 這時候手去碰 碰這裡 可以了 你看 不行了 又不行了 就有點鈍了 有沒有 就有點不太行了 那手去碰 一定可以 好 上下可以 好 放開 不行了 這個上下 跟下面的返回鍵 是最明顯的例子 有沒有 太扯了啦 你看手去碰 就可以返回了 手去碰 就可以了 你看 這樣不行 可以了 這 這道理 好 總之一句啦 害我想拍 他的評測 我連那個心情都沒有了 但是以手機的外觀來說 其實還算是不錯的 我覺得 覺得是不錯的啦 以下四四方方的 還是有很多Sony的那個風格在 耳機孔也有 然後Type-C 喇叭其實也夠大聲 Sony孔兩個 這裡跟這裡 這裡 然後是3.5mm的耳機孔 我覺得 該有都有 但是就是 為什麼一定要拿到手上才能觸控靈敏呢 我不懂耶 這太瞎了啦 這真的太瞎了 所以 不要賣 不要賣 除非你是一個 不會把手機放在桌面上的人 你好歹說你也趕快出了更新嘛 你好歹講一下啊 不只一個人耶 太誇張了啦 虧你這一代用高通的CPU 中階的XA系列不是用研發科 你今天還做成這樣 唉 這個測試的 測試工程師就過不了了吧 這怎麼做的啊 太傻眼了吧 好啦 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們頻道 歡迎到我頻道 左下方的圖片 按下訂閱 右下方的訂閱按鈕 跟鈴鐺記得打開 那 謝謝大家自己的收看囉 掰掰